这一方树心来的桥 天竺荒中藏功劳 站立在营门传领号 大小二郎听跟鸟 头痛阿骨 绽放牢 二痛阿骨 进站跑 三痛阿骨 到处瞧 三痛阿骨 把柄交 将千歌和歌劫忧伤 最后难了变了却是一刀 三君与也归因好 咱们换上我这个高价买的电池 用我们家这个秤再秤一下 有了 来来来 我今天特意翻看了一下视频啊 上次是74点多 今儿都9月3号 看看这一个月 有没有成果 哎 来吧 多少 74.3 六十四公斤 成功减重 十公斤二十斤 这个真的是我正常的体重啊 哈喳 行了 来 上来吧 看看 看看你多少 正好 52.6 52.6 昨天是52.4哈 说明昨天那秤还挺准的 你妈说他走之前你是50公斤 说明你也涨了 耶 哇 其实是一个月零二十多天啊 减掉了这个10公斤 所以你看我在超市那个秤 秤重是64.9 就说65公斤 今天早上其实我已经喝了两杯茶了啊 是64公斤 我的正常体重水平呢 就应该是在65到70公斤之间 上个月称的是78点多 就明显太重了 但是今天称的是64公斤 就轻了一公斤 昨天吃的还是烤肉 这不知道吃谁肚子里了 这个月的主要目标就是增肌 但是肩膀确实是差点意思啊 这个月要把失去的这个一公斤找回来 我的完美体重就是65公斤 身高是1.79米 人啊 我就属于不会胖的那种人 其实这个月这个马甲线已经很完美了 但是没有感觉到脸瘦了 你知道吗 有人胖就胖到脸上了 我就这样 我爸也这样 我爸那大脸盘子比我还大 其实我爸比以前瘦很多了 因为他现在也是经常锻炼 早上去公园留弯什么的 一走也是走很长时间 走很多步 但是就是脸大 这可能我们家人遗传 我这现在现在还是长头发呢 这要是把头发剪短了 你提光头 好家伙 那不就是顶着一个球吗 那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啊 说有四个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进入了这个摔老期 第一个呢就是体重增加 第二个呢就是极力减退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 第一个是体重增加 第二个是肌力减退 第三个 第三个是 第四个吧 第四个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第一个体重增加 没事啊 我这个体重还是保持的 二三十岁的时候的这个体重水平 第二个呢就是 极力减退 这个好像我也没有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什么来着 第三个 第三个我点想不起来了 第四个 第四个 就反正骂我应该没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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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